16号 男嘉宾您好 我刚看您短片 然后发现您是一个 比较注重家庭的人 您家每周都会有一个谈心饭 对吧 对 你们谈心饭 主要会谈哪些方面的内容 我这么说吧 我是一个在非常有爱的家庭里长大的 比如我的名字 崔元唱 就是我爸妈爱情的结合 一听妈妈就姓元 对 然后每周的谈心饭 我会把这一个周 就是遇到的问题 或者不懂的问题 跟父母讲一讲 他们都会耐心地告诉我 帮我解答 给我就是指点迷津 20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谈了一个女朋友之后 你会把她领到你家里 去跟你一块吃这个谈心饭吗 会的 那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她已经在问 会议大概要持续多少时间 对 就是你跟这个女生 你俩谈了之后 认识多长时间 是可以领到家里 半年以上吧 就是如果你父母 就比如说你妈妈 然后不满意 你这个女朋友 你会怎么调节她们的关系呢 我是一个在有爱的氛围里 这个我们知道了 对 我们知道你特别有爱你们家里边 甚至有点可爱 就是在谈心饭的时候 跟爸爸说 我交了个女朋友 姓孙叫孙爽爽 我挺喜欢她的 你妈说这姑娘其实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她不太适合你 你会怎么办 A 我会继续坚持 直到她们同意为止 那这个谈心饭 其实可吃可不吃 开玩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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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要谈 还是要谈 要听妈妈的话 对